凯米颱风持续朝向来台湾 那么目前台中的风势跟雨势 都不是太严重 那么昨天宣布放颱风架之后 有不少的民众是趁着这个机会 来KTV唱歌 从昨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民众 都来定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 台风天的关系 然后大家都明天都放假 所以想说晚上很无聊 然后就可以趁风雨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出来唱KTV这样子 从昨天晚上几点唱到现在 差不多从昨天晚上12点 然后唱到现在 就是朋友看到放假 都这样越越越越越 那么KTV的柜台呢 电话是接不完 而业者也表示说 像是今天热门的时段 会在11点过后 而目前几乎包厢都是八成满的状态 那么只剩下下午四五点过后的时段 还可以提供客人来预定 那不过提醒民众呢 全台各地月晚风市雨市 都还是会持续的增强的状况 那么大家还是要先做好防台的工作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